你好 臭小子 你果然还是跟着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听我的劝告 不过这样也好 义父 求你再听一次孩儿的肺腑之言 够了 沈子俊 我不想再听你的花言巧语 你不过是觊觎我手中的霸剑 你以为我会听信你的说辞吗 靠着此地的九杀林浅 招假十日 霸剑就能大功告成 当此时刻 任何干旦来大量成绩的大巫萨 既然你们等不及要自寻死路 那就提早再次做个了结 生的之后该断未断 多生之劫 义父 孩儿 我早已不是你的义父了 多说我无意 要怪就快造化弄人吧 或许当初我在无名谷教你剑法时 就已经注定咱们今日将在这里递绝生死的结局 沈子俊 我相信你对剑法的知识不在任何高手之下 你演技咱们曾经已以父子一场 以比剑来诀别 再何死不过了 在你实在乎的剑下之前 应该还能陪我玩个几招 沈兄弟 不论是不是霸剑的缘故 此刻你义父眼中杀气自射 看来对你已无父子之情 我们最后拿出权力于他一战 绝不能再存侥幸 何大哥说得没错 义父 既然如此 就恕孩儿得罪了 来吧 让我瞧瞧你的剑法有多少长进 用个六甲声音好了 他应该没有像消音这么强吧 一副偷学招 偷学今朝不教我哦 可以啊应该可以打蛮快的 怎么跟木头一样定在那里 不错不错 你的身手居然在这段时日如此大进 除了天生资质过人外 看来石板上的刻痕 对你也颇有帮助 臭小子 那五四精简学义的剑法 你都学会了吗 孩儿愚钝 只能粗略领悟千四块石板上的剑影 自己凭空想象不顾上不足之处 并做出四招四射非的剑招 虽然勉强派得上用场 但其中诸多粗浅 躲落之处 无法发挥石板上建议原有的灵异精妙一万一 就孩儿这点斑门肉 其敢蜿蜒自己学会了石板上的剑招 用前辈有之 想必会嘲笑孩儿 笑评学步 不自量一把 哈哈哈哈哈哈 石板上的剑意绝学是何等深奥艰难 即便是一知半解 你能领悟到第四招 也依远非常人所能 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另一个人 理解石板上建造的高手 没想到我要找的人 原来就在身边 我果然没有看错 将来必能成为绝代高手 然而我可不能容你活到那个时候 依然如此 我可不能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 陈子俊 让我瞧瞧你从石板上领悟了些什么 那自刚自立的天力无间 被你施展出来是什么模样 没吧 没吧 拿出你所有的本事 我好好瞧个清楚 刚刚义父的眼睛变回来了 大家有发现吗 这就我那一句 义父的眼睛变回来了 难道说 义父你都在装 就说你在装你也不用杀了消音吧 会不会一户 你懂就行 大舌头 会不会一户早就知道霸剑的 霸剑的这个魔性会被 会是 补持心智 然后一直在那边装装风卖傻 会不会是这个剧情呢 哎有可能哦 哎对啊 一切都是义父的阴谋 哦 最后还说那我瞧瞧你的天力无间 让我看看 扣600地鞋超烂的 扣600地鞋超烂的 哦 六角生意没了 不要再放一只 这招真的很烂 我上次被放恐怖大法 天降奔裂的伤害 提出一下还要高一点点 有一只之类的 啊剧情我们都猜到了 那会比较难打啊 那会难打多了 还是等一下衣服会变身 最终形态 哎有可能哦 好你也会 啊对他本来就会了 可是太痛了吧 我都放六甲生意的哎 他攻击伤害很痛 哎我怕 哎才补通而已他就这么会挡了 我现在玩补通难度呢 都会浪一下啊 都会浪一下啊 哇他就是一排的 你呢 你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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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快痛快 我许久没有站得如此酣畅了 即使你们是一都对手 能讲我想成这样 证明你们却有本事 也好 都让天立无尽的最后一世 终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不过 从你刚才与我教授时师长的剑招看来 前四块石板上的剑意 你已经以物得六七成 并不在我之下 倘若如此 你怎么会无法领悟天立无间的第五世 而第五块石板上的剑意 突然大异于之前前四招的狂煞狠力 一转变 网络看尽千古幽极的空虚 与盖兰 想是因为孩儿 严心事前 不明前辈剑意中的情境 自然也想象出 想象不出这一招的剑路 与药 要如何施掌 哈哈哈哈 神子俊 你说你不明白剑意中的情境 但你形容的却一点没错 但第五世的精髓就是无我义无底 我非第一死便是我亡 不是能活着再出第二招的一剑 那我能真正从剑意上的隐悟 舍身忘我归虚反击之心 凌无想无念于一剑而发 就能让这第五世的威力 真于极致 你出这无人能臂 无人能挡 这正是我所求的最强剑招 或许你年纪太轻 不能明白无生无死的虚名之境 而唯一能克制这第五世的方法 就是使出一样的剑招相抗 若你终究领悟不了这一招 那你们 就只有死路一条 义父 既然您执意如此 孩儿也只能舍命相赔了 孩儿虽然不才 也只能勉强领悟这无生无死的虚名境界 这是孩儿 最后一次您叫您的剑招 还请义父指点 生大哥 就算我们打不过他 不过就是一起死罢了 我宁愿咱们一起力战到最后 也不要你一个人去拼命 难道 你不把我们当作是正式与共的伙伴了吗 姚妹 你们与我是最重要 而且无可替代的伙伴 我绝不愿失去你们 所以 就让我与义父 单独做个了断吧 或许上天 从我一开始就安排了这样的结局 不 生大哥 姚妹 让公子去吧 这是她自己的决定 此刻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她 相信上天的安排 可 可是 神子俊 看来你终于下定决心一拼了 很好 你总算不再对我存有什么义父子之情了 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份觉悟 就只会白白死在我的肩下 十八年前的无名国 若非义父可怜前宝中的婴孩 愿意将她抚养长大 受以叔叔剑法 就不会有现在的孩儿 义父对海儿恩仲如山 只在你见下还有也绝无怨言 或许是天意如此 昔日平静的山中岁月 已不可再得了 我也想瀑布边 向你使出无法飞进的那一刻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 海儿对义父无以回报 只希望在最后的一件 能不让你失望 哼 我没兴致听你提这些无聊的旧事 沈子军 别以为你这一大段洋洋强的感态 能让我动摇 现在是咱们分个高下的时候了 拔剑吧 义父 那么请出海儿得罪了 瞧你闭眼百出的这驾驶 似乎真的有所领悟 沈子军 他们就用这天意无间第五是绝神 一绝圣户吧 看你我二人 究竟是谁领悟出了石板上的剑招的真帝 你 来吧 我怎么没事 莫菲 义父 这边我插一下 刚才义父啊 如果那个图像没有放错的话 义父在说最后一招的时候 眼睛是回来的 感觉就是故意的 就是被霸剑这个轻战星星 他都知道 也是故意要让生者军会第五招的 顺便教他最后一招 那为什么他要杀硝英呢 还是硝英根本就没有死呢 嗯 耐能寻规 嗯 耐能寻规 还是 是你赢了 不 义父 像我不该会是这样的 其实还是在这一剑凝聚的全不行神 也断不胜过您之力 你为何要在这种时候手下留情 为什么 臭小子 你想多了 我可没对你手下留情 是你那灰心入身的一剑 让我忽然领悟之前惨不透的异境 我在那瞬间分身思索其中奥妙所在 竟然忘了避开 义父 还 还儿真的不想伤你 是我比你用这招拼命的 又怎能怪你 我虽赎掉了性命 但能见到天下最强的剑招 我已无所憾 我没有看错 你才是真正的剑法天才 就和那人一样 臭小子 我得感谢你 完成了我毕生的心愿 天里无间 在你手中重现余世 将来 你必定能无敌于天下 遗憾的是 我见不到那一天了 义父 你振作一点 这点伤难不到您的 孩儿一定会找到天下最好的明英灵药 施法医治您 不用多费心了 其实有件事 我没老实告诉你 若非你身上还带着那条狼皮 这一件 我未必就会输给你 不过老天如此安排 不过老天如此安排 或许才是最好的 一天 我便宜 你得找到你 你不再想这些人 你会找到你 我便宜 你不想好 你不想好 你走得无遗憾 公子 留心后面 是谁 这是 这身装扮和那面具 我记起来了 是我们在泰山地下密道 遇到的那个神秘黑衣人 没想到真面目 竟然会是天玄门的白里掌门 白里掌门 原来我们在泰山地下密道 就见过面了 不过我们当时 没认识你 危急心见败金之灵 而且你都包含 奇怪的是 之后我们始终想不起 当着所见之人的模样 那往辈没猜出的话 多半是那个面具的缘故吧 你身为名门正派青雄门之长 就用这个 这个装扮隐藏原来的面目 暗中行这大师身份的鬼祟之举 也是为了图抹霸剑吗 哼 这一记飞剑确实有两下子 是我太大意了 这饕贴面具 乃是传自上古的神物 能令所见之人过目即望 虽然会在你手上有点可惜 不过 反正以后我也用不着了 至于霸剑 我只是拿回原本就为我所有之物 我才是霸剑真正的创造者 欧爷只不过代行铸剑之劳而已 而若非他与那剑人联手暗算我 他又岂能为你所得 霸剑铸造于战国时代 那是距今千余年的事 而白里掌门却自称是霸剑真正的创造者 难道你是 事到如今 这些你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 纵然你是霸王转世 于我也不过是让霸剑重现于世的工具 在霸剑终于回到我手中的此刻 你们与我已无他用 不论你是身子君 亦或项羽 霸剑都不需要另一个主人 这幽暗破败的大量成绩 就是最适合你们的葬身之地 啊想起来了啊 他应该就是糟糕的转世啊 应该吧 他又六轮神剑了 我先把他干掉 等一下 那种日轮神剑会太贱了啊 我打不贏他就是 哎 啊 哈哈 哦热门神剑放的話物理傷害不行 是不是 为什么我不会 哈哈 你会诸天见证 呃 補血 九花玉露 九花玉露是笔笔子 对啊 他隐藏时间很久了啊 那个 戴面具的人就是他 喂喂喂 搞什么搞什么 我想要的招式都你都在你身上 不化光好 太神了吧 太过分了吧 是啦是应该的 又来又来 好玩弄武商面法 啊对哦 哦 他会飞行神剑之类的 应该也会吧 啊 超痛 又来又来 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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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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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们居然比我想象的还难缠 虽然有些扫兴 不过这段额外的余性游戏 到此为止了 你们就与这充满死灰妖力的死成废墟 共灭同宿吧 糟了 这一箭毁了镇住凶神血涡的风怀神经 风剑一消散 便再也无法阻止即将完成的血 血神绝煞 这凶神血涡中的血魂胸膜 已在青年间居细的无数灵力 血震动在此刻发动 骑士将远远胜过履灿 行速之死 在汇聚于此的地脉引气助长之下 血涡将会增加百余倍威力 皆是不只这大阳城气 恐怕整个开封周围十余里之处 都会被血涡崩溃时发出的滔天距离 因为平地 包含开封城内的百姓在内的无数森林 将它瞬间化为非面 一路当前大阳城外 又是关秦军 原本会遭到下场 小老儿知道的还真不少 只可惜这救不了你们 除非你们能离开这里 否则就只能眼睁睁被雄神血涡吞噬 与百万繁瑜的生魂 一起成为重启天门的祭品 等等 原来你真正的目的 是打算利用绝杀针放出的距离 在人间开启天门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又为何要开启天门 你们马上就要被凶神血涡化为乌有 就不用费劲问这么多了 在这里乖乖的等死吧 白大医疗 没想到白医怎么还留着手 这下该如何是好 小前辈 看来这血神绝杀针很快就会发动 此地不可久留 我们能返回来处吗 不能 我们是引太乙三叔座之力下到此地的 回城时既无此力可接用 能否直接从地脉移顿 也很难说 除此之外 此刻只剩我们有机会阻止这场大难发生 为我们只顾着自己的命 任免绝杀针发动凶神血涡 开服城内 无数百姓 以及攻凶皇族 建筑会结束难打 如此一来 天下又将陷入大乱 可我可不堪设想 在危急之际 小前辈仍然先以天下苍生为念 这番胸襟着实是我被修道之人的榜样 让我打从心底佩服 相信小前辈 有什么压箱底的神经妙法 能解救十二 不论这方法有多危险或困难 只要有我能处理之处 我都愿意拼了 拼了命 冒行一事 请小前辈尽管吩咐 你猜得没错 老夫的确想到了一个行险之法 在经过此地的地脉中 有一条通往东南方四十里 四十里处 基本那里是无人居住的荒凉之地 正可持宝之右 道家最今生的仪天法门 仍以自身灵界来千语逐气 但血涂的力气凶艳 倒进地脉 转移到远以开封的荒地之上 在今天动地的冲阵 冲阵在空中消散 或可化了这大难与无形 不过 要以灵动这凶神邪窝的距离 可绝非等前之事 勤述者不仅要精通这法门 也得要把你以上的修复才行 然而老夫此刻功力为妇 为你的本事还预言不足 小前辈 那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是孙前辈 你也来了 一路上敌人众多 我设法以挪移之术避开 因此多花了些时间 没能早点赶至此地 还请各位包涵 我听了你们刚才的对话 前辈所说之法应该可行 不过 我虽学过仪天隐玄之术 却从未如此使用过 届时该当如何失为 还得烦劳前辈从旁指点 在血涡崩破的瞬间 老夫会以一天之术倒影 你以体内清气 于四周展开互营之间 同时被好酒帝藤挪印 一旦感觉灼气凌声 便将整个界沿着地脉 往东南方引顿 因你的修复 应该能顺利将胸叶引到安全之处 不过以用的时机 手动即逝 而且我们就有一次机会 能否成功 还在未定之天 邪阵将成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尽力一试了 那么一天之术 就交给前辈 我以护灵之界护住周围 等时机到来时 就由前辈的一天之术 来引动煞力 一天之术 需得耗费大量气力 不知老夫能否承担得住 你们都身怀 身怀不凡之地 而我们三女的修备 或许能多一份成功的机会 切谨遵向前辈的吩咐 没问题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神兄弟 咱们在一旁为他们护震 何大哥说的是 那么一切 就有劳二位前辈了 好 那么事不宜一词 咱们就到前辈去吧 看来实际僵致 前孙道友展开护灵之界 来周围的晦气退散之后 另外两位姑娘凝神集中全身的气力 让真莉充于护灵之界内 其他的就交给老夫吧 是你 就是现在 这 这是 在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洞 这是隐械 分隔天界与人间的神秘幻妙之一 据说 自三界开创之时便已存在 他长久以来作为天地之线 仅有几处贯穿其中的道路 可以让天界与人界互相往来 在远古之时 还能从人间仰望这些位于云间的天门 然而 自三千年前绝地天通后 这些天门被强大的幻界封闭 此后纵然是道行高深的道者帝先 也无法越过引界之线 我们刚才用前辈的方法 成功引导凶神血涡之力 得以将其凶焰由地脉 转移到此地之上放出 挽救开封之威 没想到血神绝杀阵的力量太大 竟然强盗冲破天地之线 让许久以来 不曾重现于天界的引界显露了出来 千辈 天门在此刻被重新开启 绝不是无故发生的偶然 这是末世灾结的预兆 还是天术造化早有如此安排 这是天术吧 那个人早已算到了这一切 无论绝杀之会不会毁掉开封 其力量都会在此地开启天门 而有方位的看看 那座笔子的山岳 或许是齐天塔 齐天塔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千辈 这齐天塔位于引界之内 由他高耸入云的外观看来 莫非他是 在绝地天通前 往来于天地两边的道路 老夫于此 并不清楚 只知道引界中有这么一个地方 前代诸仙们 不但与他有极深纠葛 而且还传下了一个说法 小前辈 我也觉得真是如此 而且有种奇异的感觉告诉我 八仙与白衣掌门都在齐天塔 但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开启最后一道门 一切就会太迟了 可是 我们要怎么上去到那里 那流卷云气中的景象 看来网络还是生了我们般的虚无遥远 即使我们有点珠帮帮 那他真的带我们飞到那里吗 不用担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有点珠 你还说 你还去哪里 这也有点 来 这也是 这个独却 放在来 你还要去哪里 原来点珠小妹子也知道尹界的事 那么 你能将我们送到那座齐天塔上面吗 毕竟对我来说 尹界也算是熟悉之物 轩大哥 我虽能带你们上去 不过这天门是为冲击所动开 残余的戾气 在齐天塔底附近 汇聚成窝卷的石灵乱流 我们朱雀最怕那种邪气灼流 只能在里面待上片刻 我送你们上去之后 得马上离开 无法一直在那儿等你们回来 然而这临时开启的引阶破洞 随时都会封闭 倘若如此 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能让你们回到人世 所以这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一趟路 我得先把话说在前面 尹大哥 无论此行有多重要 你一定要先好好想清楚 既然天门随时都会封闭 那就一刻都不能犹豫了 天主小妹子 我非登上齐天塔不可 请你务必送我这一趟 妖妹 蓝姐姐 赫大哥 小前辈 对于你们一路的相伴 或许登上齐天塔 只会霸天是我被赋予的天命 然而此行可能是有去无回 你们 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与伙伴 我自然不能强迫你们冒着 跟着我冒着这个险 对 像晴天塔这种天外其所 一辈子大概就只有一次机会 可以建上一次 你居然不要我们跟着你去 难道是想自己独享这奇景吗 神兄弟 我们曾经一起闯过了无数危险 既然大伙都跟着你来到了这里 就没有在此刻退缩之力 无论你成父者什么天命 我都会陪着你走到最后 公子 看来造化在冥冥中 早就都安排好了 来到你身边的四个人 都是注定要跟着你一起上齐天塔的 想必 小前辈也早就料到这一切了吧 燕姑娘此言 可就太过高谷老夫了 不过既然天数如此 反正这一趟他们是确定的 那么老夫自然也乐于登上齐天塔 瞧瞧 神少侠 很遗憾你们此行 我帮不上什么忙 这真龙境遇你就先带着 其中藏有一处洞天巧区 哎 怎么每个人都有真龙境遇啊 若你们在齐天塔中 找到有清静灵气的安全之处 将这境遇悬放其上 便可进入里面的洞天巧区 防射之中一应俱全 犹如客栈里的房间般 可作为休息之所 上次上次讲这句话的人是不是格于一样 在齐天塔这样的未知之地 有这个总是多一些方便 多谢孙前辈 相信在齐天塔上 肯定会用得着这个 那么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影界的边缘开始退缩 这天门维持不了多久了 如果咱们还想登上齐天塔 最好趁现在 小前辈提醒的是 我们的确是该出发了 那我待会就办法点住宋母丧雀 孙前辈 让母回头见 神少侠 之后 我会继续留在这里等着 只要引荐尚未完全封闭 我或许还有机会帮你们些什么 在齐天塔上 一切难以预料 你们务必要多小心 前辈的吩咐 晚辈一定会牢记在先 点出 我们就出发吧 这就交给我吧 我们就出发吧 天忠 这一趟你似乎飞得很吃力 真是辛苦你了 这里不宜久留 你赶快回去吧 沈大哥 你们 要多保住 等你们回来 记得要请我去金华轩 好好打吃一顿 我们一言为定 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 引界之中的齐天塔 这状况无比的景象 我们曾经去过的齐手 都相信是神 然而这云雾中的深蓝巨大 透露着一股逼人的气息 让我不仅觉得 这无比凛冽又令人生味的感觉 似乎是个警告我们 不要忘录这个禁忌 自己之地的无神之眼 我们来这一趟 真的是上天的旨意吗 沈大哥 我也与你有着一样的感觉 公子无需担忧 我们会来到这里 绝非毫无缘故 遗憾的是 过去 大多已经湮灭在漫长的时光之中 这其中的真正经过 或许来得太迟的我们 永远也不会知道 倘若如此 或许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理由 无论这里藏着什么惊天秘密 咱们只管好好喘他一喘便是 相信在此行的终点 我们必定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说的也是 不过 在这许久不曾被惊恼的时期之中 能充斥着席日设下的强力禁制 以及甚至太出混沌的邪气 此地的敌等点肯定是非比寻常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惊心 相信任何险阻 都是难不倒我们的 咱们这就动身 一探着充满未知的祈天塔吧 感谢观看